受风箱的旧烟草局 目前花莲县府将进行园区的改造计划 因此地方居民希望借此机会 同时改善一旁12项的通行道路 将4米宽的道路拓宽至6米 改善17户居民的通行安全 也方便消防救护车辆的进出 临近受风箱的旧烟草局 目前该笔土地管辖单位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近期将规划其他的用途 当地居民熟知之后 也承勤县议员林平阳 希望能够一并将12项 150米长的道路 进行拓宽工程的规划 除了拓宽以外 做水沟 因为这边都会积水 一到只要雨大的时候 就积水 台风更不得了 真的是我在门前有小河 真的是 对还有我们的消防 对对那个措施 这个消防 消防算机好有 逛村中山路7段12项内 现有17户的居民 目前道路只有4米宽 民众相当担心 一旦发生救护案件时 将会阻断车辆的进出 县议员林平阳特地安排 相关待会的会刊 希望借由烟草局的改善计划 一并进行道路的拓宽 乡亲曾请的一个案件 因为道路狭小的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协助乡亲 把这个道路来拓宽 一方面是消防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汇车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乡亲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会刊 大家一起沿逆一个方向 把我们的道路来拓宽 让我们的乡亲在生活方面能够更安全 遇到消防的问题 也可以很轻易的来解决 光荣村中山路七段12巷 因为道路较为宅小 造成居民通行较为不方便 民众向县议员林平阳呈勤 特别会同县府人员到场会刊 林平阳指出 希望县府能够进行烟草局的改善计划 一并进行该条道路的道路拓宽工程规划 也请县府烟疫可行性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